对我姐妹平安 我们一起来思想 路加福音第21章的20节 到最后 继续来看耶稣 他讲论末世的预兆 20节 你们看见伊路撒冷被兵围困 伊路撒冷后来果然 在主后70年 被罗马人围困并给攻破 圣殿完全被火烧掉 被摧毁 这个伊路撒冷城 这个毁灭 非常的可怕 那你们看见伊路撒冷被兵围困 就可知道他成为荒场的日子近了 21节 那时在犹太的阴刀 应当逃到山上 在城里的阴当出来 在乡下的千万不要进城 因为这是报应的日子 使经上所写的都得应验 以色列人大概很难想象 他们第一圣殿被毁了之后 好不容易后来又被鲁归回 然后建造了第二圣殿 从这个祖后 这个五百多年 特别在祖后五百一十六年 第二圣殿完全完工之后 到耶稣时代 祖前五百一十六年 第二圣殿完工 一直到祖后 耶稣这个时代 大概是祖后三十年左右 耶稣在讲这个预言 说圣殿有一天也会被拆毁 这已经经过了快要六百年的时间 从来没有人会想象 这已经屹立不遥 将近六百年的第二圣殿 有一天真的也会不存在 这是犹太人他们说 不敢去想象的事情 但是耶稣就说 因为耶路撒冷一直不愿意悔改 所以那样毁灭的日子 真的会来到 会应验经上所说的 上帝的愤怒的审判 所以当那天 事情发生的时候 千万不要进城 而城里面的人也要赶快逃出去 因为天大的灾难和审判发生了 经文二十三节说 当那些日子 怀孕的和奶孩子的 就是在为孩子喝奶的母亲有祸了 为什么 因为怀孕跟有小baby的 竟然在这个时候遇到的审判的时刻 所以他们会非常的痛苦 因为将有大灾难会降临在这个地方 也有震怒 就是上帝很大的愤怒 会临到耶路撒冷的百姓 他们要倒在刀下 又被掳到各国去 成为俘虏 或是被驱逐出境 后来他们就真的是被罗马人 驱逐出境 离开耶路撒冷 耶路撒冷要被外邦人践踏 直到外邦人的日期满了 什么叫做直到外邦人的日期满了 可能是指 上帝借由外邦人的刀 来攻击耶路撒冷的惩罚 的日期满了 就停手了 25节日月星辰要显出异照 地上的邦国也有困苦 因海中波浪的响声就慌慌不定 这边进一步讲到 不只是伊路撒冷被毁灭的事情 也包含就是人子 第二次要再来之前 有许多天灾人祸 然后日月星辰也要显出 非常不寻常的现象 然后地上的邦国 列国陷入很大的困苦 海中也翻腾不移 令人心慌慌不定 天势要震动 天上的星星 天象都产生 很不可思议 令人害怕的改变 人想起那将要临到世界的事 就都吓得魂不附体 那时候人就会开始去思考 哇 真的有上帝存在 哇 真的上帝会审判这个世界 哇 真的这个世界的末日要到了 这个世界的末期要到了 在那时候 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 有大荣耀 驾着云降临 这边果然 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 在荣耀当中降临这个世界 一有这些事 你们就当挺身昂首 因为你们得数的日子近了 耶稣告诉门徒说 当你们看见我大有能力 在大荣耀里面 驾着云降临的时候 你们就挺身昂首了 因为你们得救赎的日子近了 在那时候 已经死的这些得胜的圣徒 会首先从死里复活 跟耶稣再一次降临在这个地球上 而那些圣徒 得胜的圣徒还没有死的 也会被提到空中 与主还有这些复活的圣徒会合 然后再一起降临到这个地球上 在地面上 一起来与主同坐往一千年 治理这个世界 因此这是一个得数的日子 所以耶稣勉励门徒们 到那时候要挺身昂首 世人那时候是害怕躲躲藏藏 但是唯有神的圣徒 在那时候感谢赞美神 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了 在荣耀当中 大有能力的驾着荣耀的云降临 以及众天使 荣耀当中一起显现降临 29节30节 耶稣又设比喻对他们说 你们看无花果树和各样的树 它发芽的时候 你们一看见 发芽就是春天 所以你们看见这些果树开始 春天发芽 就知道接下来 这个发芽的部分 就会慢慢的成熟长大 会结成饱满的果实 而成熟的时刻 就是夏天 的时刻 所以看见发芽就知道 夏天已经靠近了 所以你们看见这些事情 这些预造 渐渐的成就了 就也该晓得 神的果就进了 这些都是预造 那神的果进来 指的就是耶稣基督第二次 再来的时候 32节 我实在告诉你们 这世代还没有过去 这些事 就是这些 逼迫基督徒的事 还有天灾人祸 人心惶惶的事 以及耶稣基督第二次降临的事 都要成就 什么时候要成就 这世代还没有过去 这些事都要成就 那这世代是什么 这世代在路加福音里面 耶稣常常讲 这世代 邪恶悖逆的世代 不愿意悔改的世代 抵抗神的世代 拒绝福音的世代 所以这世代只是说 当这个世界上的人类 还继续在抵抗上帝 在逼迫真理 的情形 还没有停止之前 耶稣刚所预言的所有事情 都要降临 都要成就 33节 天地要废去 我的话却不能废去 耶稣说 我刚所说的一定会实现 就算天跟地都废去不见了 我所说的话仍然会实现 34节 所以你们要谨慎 恐怕因为贪食 贪吃 醉酒 就是糊里糊涂在那边过日子 并且今生的思虑 累住你们的心 耶稣其实一直在 21章里面告诉门徒 你们一直在问 什么时候会发生什么事 什么时候会有什么预兆 这些不是最重要 最重要的是 我还没有来之前 你们会不会警醒度日 你们会不会也跟世人一样沉沦 所以呢 恐怕那些今生的思虑 累住你们的心 那日子就会如同网罗 忽然临到你们 所以你们要小心 原本我们是应该等候主 再来的时候怎么样 昂首挺胸 因为我们得蜀的时刻 临近了 结果我们因为贪食 醉酒 糊里糊涂 不过门徒的生活 并且都被今生的思虑 把我们这个人控制 结果呢 主耶稣再来的日子 就对我们来讲 不是昂首挺胸的日子 而是网罗 临到我们的日子 我们会被捕捉 如同罪人一样被捕捉 因为那日子 要这样临到全地上 一切居住的人 你们要时时警醒 常常祈求 要警醒度日 使你们能够逃避 这一切要来的事 最后得以站立 在人子的面前 耶稣再次免疫门徒 不要只是好奇 去问什么时候 会发生什么事 真正要警醒的是 你们的心 你们要警醒度日 等候我再来 三十七节 耶稣每天在店里面 教训人 而每一天夜里 他会出城 在一座山 名叫橄榄山住宿 那很可能指的 就是在橄榄山地区的 或是橄榄山附近的 这个博大泥那边居住 众百姓每天清早 就会赶过来圣殿这边 因为知道耶稣今天 又会来讲天国的道理 所以到耶稣那里 要听他讲道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求你保守我们的心 让我们警醒 在地上度日 主让我们 等候你再一次的降临 你的国在那时候 也要完全的显现跟降临 那时候也是我们 昂首挺胸迎接你的时刻 主求你怜悯我们 千万不要让我们也沉沦了 以至于到那日 变成网罗抓住我们的时刻 谢谢主 保守我们的心 胜过保守一切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愿神赐福大家 阿们 阿们